曾被认为有可能成为巴克达的接班人 现在领导IS的重责大任落到哈希米肩上 在叙利亚前线的联军部队不知道这号人物 IS没有透露太多细节 也没有公布照片 只说他是圣战运动的要角 哈希米的名字最后一个字是古来石 这代表他与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是属于同一个部族 许多伊斯兰学者认为这是成为哈里发的必要条件 IS2014年在巴克达的领导下 攻占伊拉克与叙利亚广大土地之后 宣告创立哈里发国 哈里发就是哈里发国的最高领导人 不过这个哈里发国已经名存实亡 在IS公布新领导人前 BBC访问到的一个专家说 假使IS选了一个不是出身古来石部族的人接班 那就等于正式宣告哈里发国灭亡 中央记者夏明珠在台北报道 好下面这个国际上的意外消息 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 这是巴基斯坦的庞哲普省境内 有一列这个旅客火车 在上面呢因为有着乘客在途中煮饭 就有同人用的瓦斯罐爆炸起火 目前知道至少是74人死亡 数十人受伤 瓦斯罐爆炸的时候 有些乘客是在煮早餐 两个炉具爆炸 再加上有油的关系 则火是非常的大 多数的死者是在跳下列车时候丧命的 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意外发生呢 因为说当地的民众为了在漫长的旅途当中煮饭 所以偷带炉具上火车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就继续着炉具有充满敌的事情 谢谢大家 不要紧张 可惜 我们要在这儿 我们要投入 这个风筋 祝福 我们要做这个风筋 我们要做这个风筋 祝福 我们能做做这个风筋 我们要做什麼 啊 不 有 jeune 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解读您关心的新闻话题 早安,我是蓝轩 每一天的开始就从蓝轩时间 好,早安,回到第二个小时的蓝轩时间 今天来宣看世界 也跟收看节播的朋友说声早安 很快的一个礼拜又要过去了 今天是礼拜五 天气的部分接近周末反而变得比较稳定一点 包括北台湾部分水气也会稍微减少一些 这是一个好消息 但是就欧美股市来说的话 就经济话题来说的话 突然之间果然 昨天是万圣节 大家惊吓指数还蛮高的 一大堆经济数字看起来蛮不妙的 所以欧美股市都是重挫的 好,所以我们待会再来说 好,所以先看看天气 今天一早的天气 刚才讲到了礼拜六的时候 就是明天 这个水气会稍微的减少 今天开始在北部地区就比较来说的话 就比昨天降雨几率稍微低一点了 整个的北部地区的话 水气也是比较减少的 但是在宜花部分 要稍微注意的是宜兰花莲 还是会有一些比较大的降雨 所以这个部分是要稍微注意的 银封面的话 还是有一些零星的雨势 所以就白天来说 是东北部地区 东部地区会有短暂雨 北部山区跟东南部地区 会有决不幸的短暂震雨 大概是这个样子 其他地方的话 都是多云倒晴的天气状况 中南部地区依旧的 这个就是中午温度还蛮高的 会有点点觉得微热 但是早晚温差是大的 入夜也是凉的 所以南来北往 还有早出晚归的朋友 一定要特别的注意 北部的朋友 尤其移花部分的话 出门还是在拔伞 会比较保险一点 好 所以今天北部稍凉 在中南部地区的话 是温差大 大概来说是有关于 今天最主要的一个天气的情况 好 明后两天的话 中央气象局特别说 这个东北风稍微的减热了 那水气偏少 所以银风面的降雨 明显的缓和下来 只剩下东半部地区 跟北部山区 是有些零星的短暂雨 好 所以这个周末 如果你要出门 去户外走走玩玩的话 感受一下秋天 其实是还不错的 但是北部山区 可能就稍微不要去了 免得下雨坏了性 再来的话 就是空气品质了 空气品质还是蛮糟的 在昨天高平地区就是红色警戒 今天也还是 所以连续几天了 高平地区的朋友 应该都是在张空气里面 所以蛮糟的 稍微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了 所以台湾的空污问题 又有季节性的问题 然后又有污染排放的问题 所以一定要特别的注意 另外局测提醒的部分 是中部跟云嘉南地区 还有金门马祖 所以现在看起来的 相关环保署的空气品质预测 大概从云嘉南以南 相关的侧站都是橘色的 好 所以这些部分是跟空气 有关的相关讯息 好 天气空气说完了 我们就看每个地方 详细的温度 还有降雨几率 OK 我们看到在北部地区 是22到28度 降雨几率20% 中部地区22到31度 降雨几率0 南部地区21到31度 降雨几率0到20% 这个20是落在高平地区 好 在东北部地区 降雨几率高一点 亦兰是70% 花莲是60% 温度分别是亦兰23到25 花冬是22到28 台东的降雨几率 稍微低一点是20% 好 所以大家看起来 是有关于今天的天气 提供给大家 所以周末看起来的话 其实天气是还不错的 除了少数地区 有些微雨之外的话 其他地方其实还蛮适合 出去走走 感受一下秋天舒服的天气 否则的话 接下来下个礼拜 目前天气预报是说 一整个礼拜 在北台湾 应该都是英语绵绵的状况 所以这个周末 要稍微把握一下 当然洗洗衣服 晒晒被子 或是把一些被子要拿出来 先晒一晒 也都是应该是一个蛮好的时间 好 所以这些是跟天气相关 提供给大家 然后接下来就是欧美股市了 欧美股市在昨天都是下跌的 我们先从美国开始看起 在美国 道琼国营指数下跌了140.47点 收在270046.23点 跌幅是0.52% NASA指数下跌11.62点 收在8292.36点 跌幅是0.14% S&P欧美股市下跌了0.3% 另外费城半导体跌了0.62% 这是美国股市 欧洲股市三大指数也都是下跌的 法国股市下跌了0.62% 德国股市下跌0.34% 英国金融时报指数下跌了1.12% 好都下跌是怎么回事 先前才前一天明明就是包括联总会 再次的降息包括美中虽然智力说取消 因为整个动乱的关系取消APEC的举行 但是也说川普还发了一个推文 说他跟习近平局间的见面弟弟正在敲当中 一定会见面的 一定会发表协议的 那怎么搞的 看起来万圣节 看起来是有惊吓的 所以相关的部分 第一个是经济数字 第二个是有关于中美贸易又出现新的话题了 好那我们先讲中美贸易好了 这个新的话题就是 虽然川普说 这个智力在APEC部分 他的地点会取消 但是他们依旧的会在寻觅新的地点当中 不过中国大陆方面的说法 显然不是这个样子 那这个是Bloomberg的报道 报道是说引述了消息人士指出 即便目前美中说要签署第一阶段的协议 但是中国官员对于达成全面性的协议 这件事情表达了怀疑 他们认为说 就是说这个消息是说 中国大陆方面 绝对不会在最棘手的问题上面 向美方来屈服 那反过来说 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他们因此担心说 因为他们不会跟美国达成全面性的协议 大概就是局部性的协议 不坦白说 这跟我们前段时间一路以来的分析 是都一样的 因为我想这个对中国大陆来说 我们谈过他内部的一些呢 社会经济政治等等的一些压力 所以对于美 对中国大陆来说 虽然经济的压力非常大 但是政治当中的不可退让性也蛮强的 但不论如何 这个Bloomberg的报道是说呢 那因为中国大陆方面 他们应该就是不会接受全面性的协议 所以他们担心 依照个性非常冲动的川普来说的话呢 会不会因为中国不接受全面性 所以川普连局部性的部分的话呢 都会取消 都不会签 所以这是有关Bloomberg相关的报道了 所以这部分是等于是有两个讯息 一个讯息是说中方的态度蛮硬的 那这部分其实我觉得并没有太多的惊吓 只是说可能市场上面的乐观气氛吧 他们总是会在一件事情当中选择自己想要听的去听 所以这一两天觉得都很乐观 觉得即便是局部性也还不错 好那另外一个讯息就是说呢 那会不会因为没有办法呢 达到这个川普就是所想的全面性 那让他面对他国内压力的时候呢 那干脆Keeper 1就通都不要 这是目前呢 中方除了裁定自己的立场之外 也担心这个协议呢会不会因此生变的关系 所以大概来说是这样 这个讯息是Bloomberg的报道 不过呢这个报道到目前为止的话呢 并没有这个美方中方这个相关的印证 不过我觉得蛮符合这个一般分析 就是中国大陆目前的态度的了 只是说会不会如他们所说的 美方是采取一个零和的态度 要就通通有 不要就一个都没有 那这个部分就要再看看 好所以呢这个部分呢是在昨天相关的美中协议的不确定性 这个相关的讯息就是一个 那再来的话呢是在昨天美中双方都有相关的经济数字 那这个经济数字呢看起来都不是很妙 那先讲中国先讲美国 因为美国先前的数字都还不错 那OK所以呢这个数字呢确实是 这么多的好数字的同时 看起来比较值得注意的 就是美国10月份啊在芝加哥的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他公布了之后呢这个数字是降到 从9是43.2啊这个是2015年12月份也来的最低 等于是接近4年来的最低点啊 43.2的话是在荣库值以下啊 所以呢这个代表的是呃这个相关的制造业的指数啊 是还蛮呃蛮不稳定的 不过这跟前面其他的相关指数比起来是真的差距还蛮大的啊 好所以呢这个部分的话等于就是在美观的呃 美国经济的一个乐观气氛当中要稍微注意的啊 这是美国那呃中国大陆不用讲了 中国大陆经济状况呢 其实一路以来啊这个相关的数字都不太好 即便呢呃这个政府用相当重度的力道啊 跟一些政策去支撑 但是呢效果似乎看起来呢也都差强人意啊 所以呢在在这个最新的数字里面是从49.8 跌到了49.3 这已经是最新的视频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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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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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也是另外一个造成股市下跌一个重要的因素 好 所以这几个都是在昨天看起来影响到股市下跌的原因 但是也有一些比较好的消息 好的消息在至于财报 财报事上我们在昨天的盘后已经稍微点到了 这个盘后确实后来在美国股市也引发了相关类股的上扬 譬如说昨天的苹果脸书他们的财报表现是蛮亮眼的 那再来的话还包括了像是中国大陆他们宣布了5G他们的商用即将要正式启动 这也在市场市场当中算是个好消息 这边讲到说他们的部署 这个是整个的状况看起来是领先其他国家的 而且目前讲到说虽然是美国跟韩国的5G是提前启动的 但是启动大概有好几个月了吧 但是一般外界评估宣布刚刚要开始启动的这个中国大陆应该会后发先制 在未来几座快速的赶上 那其实有关5G我想自己就是引发这一波的中美贸易战 还有背后的科技角力很重要的一个美国的担忧 所以他们自己知道中国大陆虽然看起来没有重视启动 但是整个的部件还有包括整个的商机 整个的运用其实应该都是美国相当大的威胁 好那这个讲商用先讲到生活部分 这等于是现在应该是在12月份就要启动的吧 5G会在50个城市正式的可以去用 你的速度就会变得很快 那么快速的运用 5G的商用有50个城市同步开通 大概来说的话费率其实我看了一看 还好也不算贵 比如说个人版的套餐是人民币的128块钱 大概就是新台币555块 当然又贵的啦 你就要看它的速度啦 跟等等 它就是比较贵的是598块 等于是差不多2500台币 所以你等于是从550到2500左右不等 所以那家庭版的话呢 是包括有限宽评 从人民币169大概也不到1000块 那到人民币869都有 OK好所以各式不同的套餐 但是呢可以吃到饱而且速度非常快 所以这是一个5G时代的即将来临 台湾也在说要部件当中啦 但是呢速度显然的是慢了一些 OK好那这个部分呢 其实5G的商用就个人来说 我觉得意义没有到那么大 就是你只是速度快跟慢而已 一般的分析啊 这个其实我觉得大家蛮可以期待 它在商用部分其实会影响很大 因为呢它的速度快跟慢之后啊 它不管是在你的一些 你要用到医疗啦 用到科技啊 用到商业啦等等应用 因为速度快的很一些庞大量 会很可以用的很庞大 所以未来很多商机如果运用得当的话呢 可能可以大爆发 我想这个部分是这个讯息背后呢 可能更重要的意义啊 好所以这些是在看得到 今天其他相关的一些财经话题 休息一下再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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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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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います 讯息应该是迎来的不是买来的 所以推特将对政治广告说不 这是蛮大笔的钱 所以他愿意说不 其实我想他是希望凸显出 跟这个脸书的不同 也希望凸显出在这个年代里面 大家不断的谈到 有关于新兴的媒体平台 他到底应该负起什么样的责任 或者他应该对于他们 平台上面的一些讯息 应该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态度 OK好这是推特的态度 好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看到相关的一些 国际财经的讯息 那休休回来 其他的国际新闻 今天也还蛮多的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方面也证实这个消息就是西班牙的愿意代替致力 举行12月份气候变迁的会议 这个过程当中联合国在背后也是蛮焦急的 也是不断的促成 所以目前看起来气候峰会 尤其是我昨天特别跟大家讲到说 中间有一份蛮重要的报告 我看这个报告在今天纽约时报的网络版 也放在头版头条 所以这个讲到就是海平面上升的速度 比想象中的来得更快 OK 好 这个部分我想是真的大家必须要去面对的 它是在短时间之内 2025年的 2050年的推估 也就是31年之后 好 那这个气候会议 12月2号到12月13号 目前的话会改在西班牙的马德里举行 那对于西班牙来说 不晓得是不是也想要冲冲洗 这个转移一下焦点 否则的话呢 加塞隆尼亚 这个相关的独立运动 这个目前街头上的混乱状况 这个对于西班牙来说的话 也是一个头两个大的 好 那事实上当初智力的总统 也是希望靠这个两场连续的国际的盛会 来整个提振 这个智力的 不管是经济也好了 能进度也好了 但是只是没想到 内部的问题呢 其实都还是要去解决的啦 否则的话呢 你说那种国际盛会 不管什么奥运啦 什么足球赛啦 包括像这样子的APEC 如果你内部没搞好 其实光是想要靠这些国际性的 一次性的活动跟会议 说要能够提振改变 人民对你的观感 还有呢 这个经济的问题 其实还是很难的啦 都是一个比较形式上的 但是不论如何 西班牙的他们要决定接办 这个气候峰会 那至于APEC的话呢 状况怎么样啊 目前看起来的显然的还在 伤脑筋当中 那当然包括了美中贸易啊 大家也关心 到底啊 这个局部性全面性或者地点啊 是不是会寻觅啊 然后的话呢 川普因为昨天才发推文 他还是再次强调 他会跟习近平见面 所以他对于签协议这件事情 应该是还蛮乐观 或是说蛮期待的 他需要的 OK好 所以这个部分是目前 到目前为止最新的进度 好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两个灾难事件 这两个灾难事件 一个是在日本冲绳 这是古城 一个是巴基斯坦 火烧车 那OK先讲这个都是火 冲绳这个部分的话呢 现在看起来 真的很可能会复制一句 这个是真的还蛮让人家痛心的 我看到昨天 很多的新闻画面上面 讲到呢 这个冲绳 这个的居民 看到那么500多年历史的古城 这个首里城 这个就是这个大火啊 烧掉七个 他们说七个最主要的 这个建筑物通通都烧掉了 就是痛哭落泪 好像这个巴黎圣母院 大家记不记得 巴黎圣母院其实也没多久吧 有没有一年 也是一样啊 转眼之间就是 那种跟历史有关的 跟记忆有关的 更不用说 它在建筑的美学上面 标示的都是一个时代的 这个内涵跟时代的一个形式 跟意义啊 那突然间就就这样子没了 是真的还蛮蛮痛心的 但你说巴黎圣母院 幸好它可能就是结构没毁嘛 它就是上面那个部分 所以现在正在修复当中 也要花很久的时间修复了 但是目前看起来呢 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首里城 大部分的建筑物 大概都已经烧光了 都崩塌了 烧毁了 所以它到底能不能够重建 当年十五世纪那个时候 十四十五世纪那个时候的 琉球王国的面貌 这部分真的是不知道了 要看接下来更新的 等到整个的伙势 控制整个的盘点过才会知道 那到底现在 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纵火原因 昨天还一度 我看到这网络上面的传说 有人出来 有一个日本男子出来 四次鞠躬盗窃 说他是要抽烟引起的 但是不太可能吧 所以后来他很快的 自己也测下去 测掉了 那这个日本的网友们也说 你要红也不是这种红法的 就到底什么原因 目前还在调查当中 那因为它是一个木植的 我想东方很多都是 像中国大陆很多的 过去的宫殿也都不在 也都是因为是木植的 木头做的这些宫殿 所以很快的就烧掉 是一个 它延烧那么快一个 最主要的原因 好 所以这是来自于 日本琉球 我想很多的台湾朋友都去过 这个日本琉球 也看过这个首里城 所以会蛮有感受的 其实也就像当初的圣母院一样 当你曾经看过它的雄伟 跟感受过它的美 其实都会特别有感动 跟感伤了 好 所以就是这个人类的遗产 很可惜 那另外一个的话 就是巴基斯坦 那巴基斯坦 这个真的是很 很惨 这个很莫名其妙 这个这是另外一种文化 这是一个庶民文化 那就是呢 巴基斯坦跟印度都是 他们的火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工具 那所以很多人呢 上班下班都这个塞在火车里面 那印度的火车 我想大家很有印象啊 挂在车边的 爬在车顶上的啊 那更不用讲说呢 你带着什么一大堆细软啊 棉被啦 这个鸡啊 鸭啊 活着的哦 这个蔬菜啦 都上这个火车 包括小瓦斯炉 好 那巴基斯坦这个瓦斯罐的气爆案 炸掉了整个的火车 看起来就是一条火龙 造成了75个人死亡 有时候75 有时候71个人死亡 11个人命危 为什么 煮早餐 他很多人赶着要去上班 可能很偏远的地方啊 那其实他们会带着 小虎瓦斯路去那边 顺便煮早餐 那这个事实上在 巴基斯坦跟印度的生活当中 是司空见惯的啊 如果对我来说 就是譬如我在电影里面 就经常看到现在类似的状况啊 所以 呃 你就平常没事的时候呢 他在文化上面也是一个一景 文化的一景 所以当你去认识一个国家的时候 认识一个国家的生活的时候 他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一个认识点啊 那但是当他出现灾难的时候 你就发现这个事情 其实真的是反映出来 是他们的一个贫穷 反映出来的是一个平民 多么的拮据啊 就对他们来说 或许司空见惯 但是呢 呃 却是一个 嗯 平民的悲歌吧 我觉得是啊 好 那所以呢 就是因为煮 煮 煮早餐 那煮早餐啊 就是没有空 吃他们是禁止的 但禁止不了 就是你 你说外面买 没钱买 还不如自己自己自己煮啊 所以呢 呃 火势扑灭不及啊 所以整个火势的通通起火啊 燃烧 呃 跳车的跳车啊 所以状况很惨 火势扑灭不及啊 好 Porque 然后 哦 好 好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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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这个白宫的国安顾问波顿 那如果说他真的目前去 是说下个礼拜了 但他现在是说 他绝对不会自愿去作证 所以意思是除非你拿船票来 那所以呢 拿船票来的话 可能他就必须要去作证了 那如果说是波顿去作证 那这个真的过程当中 一定会揭露很多 这个外界不知道的 一些国家运作到底呢 内通电话或者说 川普跟乌克兰之间 到底是谈了什么 好所以呢 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 弹劾的程序 在昨天美国也232票 对上196票 这个同意同果了 好所以呢 这是有关于呢 美国他们要弹劾川普 这件事情 等于是逐步的 渐渐的 渐进式的一步的 都在进行当中 好所以我看昨天 CNN几乎呢 全程转播 这个相关的投票状况 所以这是一个 那再来一个的话呢 也是蛮值得关心的是 中国大陆的四中全会 那四中全会的话 我们先年讲到说 一般这个之前 大家在谈说 可能会规划 这个国家的经济上面的 五年路径啊什么的 那昨天最后讲到的 不只是五年 三十年的路径 到2049年 他们的一百 这是建党一百周年 那建党建国 他们有所谓的双 这个双百 双一百 对他们来说的话 这个路径图啊 是很清晰的 再来一个 这个里头的话呢 他们呢 公报里面提出了一个 对香港的政策 这个是大家目前呢 关心的 因为这个里头呢 到底 这个北京方面 或是香港方面 要怎么样子去让 香港的话题 可能能够有一个 总是要 有个据点嘛 或者要怎么处理嘛 那这个最新的是说 这个公报里面 特别提到 要建立一个健全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好 所以呢 这边讲到的是 特别行政区里面 以国家安全为前提 法律跟执行机制 所以这个部分代表的是 他们的一些法律 会不会进行相关的修订 让这样的一个特别行政区里面的一些 不管是你的自治权 跟这个港府之间的关系 跟北京间的关系 是不是会有一些呢 新的可能的方向 会有个大转折 这个部分呢 是在今天受到关注的 那但是 这比较是一个原则方向 所以接下来会怎么做 我觉得是 才会更具体 更清晰的 好 那但是呢 看得出来是往法律 从用法律的方式 来去做处理 目前是这个样子 这个比较新的状况 好 那这个是大概今天看得到的 国际上的相关讯息 那回过头来看台湾 这个在台湾各报的头版头条 这个苹果的头版头条 是讲的琉球的手里程 然后呢 其他的话呢 我想各报比较多的 就是这个高雄市市议会的流血冲突 这个包括自由跟联合报的头版头条 都是报道这个消息 怎么回事啊 怎么会高雄市出现流血冲突啊 因为韩国瑜的关系 韩国瑜现在不是请假要拼选举吗 那所以呢 他们的预算正要进行审查 那民进党的这些议会的党团 就昨天呢 发动杯葛 说了没有市长就没有预算 意思就是不要省预算 那事实上呢 韩国瑜请假 代理市长呢 是叶筐石的 但他们不接受叶筐石上去 这个报告 因为他报告这个预算的状况 所以呢 过程当中一片混乱 然后呢甚至啊这个还动用了警察权 一路排除才让议长啊 这个陆鼠美可以上到这个主席台 但是还是一样 你推我几啊 就有人挂彩 OK好 所以呢 这个昨天算是啊 这个近年来吧 看得到的啊 这高雄市啊 最混乱的一次了啊 这个流血冲突 好 那这为了韩国瑜开战啊 那但是 到最后呢 当然 最后的话呢 还是啊 呃 叶筐石有完成报告 然后呢 陆鼠美宣布呢 预算复位啊 所以啊 叶光石在过程当中 也特别说 现在绿营啊 这个应该已经达到 他们想要达到的效果了吧 这个预算总该还是要给高雄市民吧 好 那所以呢 这个过程 呃 可想而知了 但是呢 会到流血冲突的 倒是还蛮意外的 可想而知的原因是 嗯 因为对于韩国瑜来说 我想这是他这次投身中投大选啊 可能最最要面对的一个原罪了啊 就是说他高雄市啊 高雄市议会 高雄市民一定有部分的人 不愿意轻易放过啊 那所以呢 包括他这段时间 很多的行程 看起来 他的民调是有上升的 那我想对民进党来说 更觉得说要把他拉回来 高雄市议会啊 那是一定会在这个地方做文章 那只是说 呃 除了这个部分 确实是韩国瑜必须要去面对 的问题之外啊 那高雄市议会 真的没有过代理市长吗 呃 真的没有过市长请假吗 呃 民进党也未明真的是 买两套标准的啊 这个当初陈菊 嗯 在他的任期结束前 被找去总统府当秘书长的时候 代理市长是许立民啊 我还算了一下 他请假的时间呢 八个多月 嗯 那所以他一样是请假 那那个时候的民进党 呃 议员有表示不同的意见吗 再来一个是 台南市长 前台南市长 赖清德 他当初为了李全教的案子 他也杯葛 呃 不去 而且还不是他自己人不去哦 他是率同28个呃 台南市议会呃 台南市政府的关系都不去哦 总共呢 234天 他也没进去啊 哦 那所以呢 就是说很多政治上的因素 让这些呃 首长他缺席了啊 这个市议会 呃 这个陈菊市议会高深 哦 那这个赖清德是因为 呃跟这个李全教呃 呃 议长之间的斗争 哦 政治斗争 那韩国瑜是为了他的总统大选 所以各有理由啊 那当然 我觉得对理由 大家会说 对不对 大家会有主观的判断 啊 韩国瑜要去承担 但是你说 对民进党来说 这真的就是不同的标准了啊 呃 这个这个批评说 这个批评说叶光石没这个资格啊 来代表这个韩国瑜 韩国瑜不应该请假 但是那其他的人该不应该请假呢 那其他请假的人 却当上总统府的秘书长 当上可能副总统的大党 那但是韩国瑜啊 选总统啊 就呃 不断的啊 这个批评 我想这个部分也当然也就是啊 另外一个政治口水了啊 好 那嗯 终究我想对于高雄市市民来说重要的是在于说 那预算有没有好好审 那预算该通过的是不是有通过啊 那呃 包括叶光石 包括这些呃 李四川等人 是不是有在韩国瑜不在的时候呢 尽心尽力 我想这可能是最重要的 那至于总统大选部分的话呢 呃 韩国瑜自有他自己该去承担 大家可以用选票去表达 好 那呃 选战确实越打越热啊 那其他的媒体像中国时报 他最近似乎持续性的都在盯着啊 民进党政府的跟钱有关的事情了啊 就是说他似乎透过政策不断的撒钱 这边讲到的是呃 发票 嗯 但这个听起来是人人都有讲啊 如果你的运气好的话 云端发票专属500元的奖项有40万组 哇 这个加起来大概呃 有1.1亿的支出啊 那说可以一路开 开到年底啊 说新增的奖项 好 那但是韩国瑜当然也有一些利多啊 这边讲到是学贷利息 要由政府来补贴啊 因为年轻人的学贷压力还蛮大的啊 这是他试出来 如果他当选的话 他的政策 所以大家都在拼抢年轻人的票啊 所以呢 目前看起来呢 蔡英文的青年总部 今天晚上开张 蔡英文的青年总部 这下词 就是 感谢观看